這題說的是某個昆蟲的體色由大G跟小G兩種精英決定的 其中你只要帶了大G顏色就會偏深 如果全的小G就是隱性的性狀那就是淺 這樣子的關係就像是孟德爾的大T大T和大T小T是高精 小T小T是矮精 他說這個昆蟲族群生活在深色環境時 如果你生活在深色環境是不是有大G的時候 你會比較不會被發現 這個題目在考這個 可是A選項這個昆蟲的天體可能會以視覺聽覺或嗅覺來捕食 也就是說你的顏色只是天責的對象之一 很多昆蟲被捕食並不是因為顏色 是因為你發出聲音被聽到 或是你身上有味道被聞到 所以A是對的 天責給你的壓力不一定只有顏色 就是視覺上面的壓力 也可能是聽覺或嗅覺 因為有些天體是用視覺看到你吃你 有些靠聽覺有些靠嗅覺 所以A選項是合理的 所以這不同的捕食策略 就會對我的體色演化造成不同影響 當然如果你的天責是看顏色吃你 那當然你的體色就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你的天責是靠聽覺 你長什麼顏色就比較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天責的捕食策略 當然會影響天責 也會影響你體色的演化 A是對的 好B選項 那長久演化之後 是不是小G小G的淺色合體會完全消失呢 就不會了 不一定 因為既然有A 就知道視覺只是天責之一 我們還有聽覺跟嗅覺啊 所以顏色並不是唯一的天責 還有別的天責 所以淺色也許有別的優勢 它不會完全消失掉 可是它卻說不可能有淺色的個體存在 B選項不能選 因為我們不知道 也就是體色的天責有強到讓小G小G全部消失嗎 不知道啊 可是它卻說不可能存在 那就太武斷了 所以B就打XX 好 最後一個 B跟豬是一樣的意思 B就說天責之後 天責久了小G小G全部消失 因此G這個基因會完全消失 根本沒有淺色的個體 他說的是完全沒有 但是答案是我們不知道 也許還會有 因為除了視覺的捕食策略之外 還有聽覺跟嗅覺 所以B豬同時不選 因為它都不確定不可能 好 我們看一選項 殺蟲劑的功能是殺死不具抗藥性的個體 所以它的功能叫做篩選 可能問過 不過我就回答吧 篩選 殺蟲劑負責篩選 它不會引發突變的 它又不是突變劑 突變是自然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以前學過那個 那個 具有抗藥性的抗生素 那個題目也是 抗生素或殺蟲劑是負責篩選 把沒有抗藥性的個體殺掉 它只負責篩選 不會產生變異 突變是自然發生的 這抗生素或是殺蟲劑 並不是突變劑 它不會引發突變的 所以這個突變 並不是殺蟲劑引起 它只負責篩選 好 以上 那有關於抗藥性 你們問過我是不是天則還是仁則嗎 有沒有聽過 天則和仁則怎麼樣區分 我趁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仁則比較好區分 比較好定義 因為人類所需而做的選擇 叫仁則 因為人類所需 所以是人類希望有那樣的選擇的 可是抗藥性並不是人類希望所有的 所以抗藥性是天則 抗藥性是天則 因為它不是人所需要的 人所喜歡的 因人所需而選擇叫仁則 如果不是因為人所需而選擇的話 就是天則了 所以抗藥性屬於天則 再說一次 天則的那個意義不是人類影響 不 它的定義不是人類造成的影響 或人類造成的選擇 是人類依人類所需所做的選擇 如果人類的作為 卻不是人類所需要的結果 像抗藥性 那就不是仁則 因為人類不希望有抗藥性 所以有個前提 人做的 而且要符合人類需求 如果不符合人類需求 那是天則 就不能叫仁則了 所以天則不只有自然 對 歐布扣斯 換句話說啦 天則是自然的選擇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有的人則 都有人認為就是天則 天則就是大自然 人也是大自然一部分 所以你比較好區分的方法是 判斷何為人則 比較簡單 依人類所需做的選擇 好 以上是25題